天龙八部完结后 为了让段玉的妻子们苟全性命 金庸故意删除一人 金庸的天龙八部以篇幅之长 剧情之奇武功之拳著称 在某次网络投票中 以最高票数当选为最受欢迎的金庸武侠小说 毫无疑问 段玉是主角中的主角 他耗费了金庸最多的笔墨 也是从开篇到结尾都一直 富裕于书中的人物角色 金庸想将段玉打造成一个 沉迷女色的人物角色 而段玉在书中的确有个嗤儿的外号 他见了钟灵之后恋恋不舍 这里却又和冷艳妩媚的穆婉青 发展成恋人关系 还没等段玉将穆婉青明媒正取 这个嗤儿又在曼陀山庄 北王羽燕迷的神魂颠倒 不过段玉绝非一无是处 他拥有较高的武学天赋 和好到爆棚的运气 原来段玉坠入悬崖之后大难不死 却意外在牙底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山洞 由于段玉精通是如道三教 他很快就恋成了北明神功 从此凭借能吸人内力的大拇指 巧取豪夺 开启了作弊模式 在短时间内蓄积了大量的内力之后 段玉又自行在天龙四里 将六脉神剑烂术于胸 从此段玉攻访兼备 机身当是江湖一流高手之列 在三连版天龙八部的末尾 同为主角之一的萧峰 自枪死在了燕门关 而段玉和虚竹短暂相聚后分道扬镳 他带着王爷中岭穆婉青同回大理 继承王位的他成了大理的异国之君 如此看来 段玉的人生的确圆满 成得上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然而金庸在晚年 却发行了新修版天龙八部 在金庸的改动之下 段玉看似圆满的人生 却有了些许遗憾 在新修版天龙八部的末尾 王羽燕明明和段玉 在库经里相依相威 故土情愫 可到了后来 王羽燕却段玉找不到不老神术未有 最后抛弃了段玉 转头表哥慕容复的怀抱 金庸如此改动 可谓是毁于参半 有的读者认为 金庸的改动毁了经典 有的读者则称赞金庸改的恰到好处 不仅让段玉符合了求而不得的设定 还让王羽燕 始乱中期的举动 映射了现实生活的一些人一些事 不过很多读者不知道的是 金庸在写完天龙八部之后 硬生生删除了一个角色 此人若不删除 段玉的妻子们都难以活命 众所周知 金庸的大多数著作都沿用了历史 书中除了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之外 还出现了许多妇如皆知的历史人物 在金庸巧妙的架构之下 这些历史人物和虚拟角色发生碰撞 从而有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武侠故事 天龙八部也不例外 书中也有不少历史人物 好比耶律鸿基 玩颜阿古达 段正明等 就连段玉也是有历史原型的 他就是大理的轩人帝段和玉 在新修版《天龙八部》的末尾 金庸明确学道 县宗宣人帝段玉 登基时年号日新 后改文治永家保天广玉 共有五个年号 其后避位为僧 一共做了四十年皇帝 传位于妻子段正兴 段正兴之母姓名 史无记载 世日目晚清 终名小磊 还是别为嫔妃所生 便不得而知 不难看出 新修版的段玉 虽然痛失了神仙姐姐王语言 但作为不长 金庸为段玉新增了 小磊这位家人伴侣 同时金庸还写道 段玉在位长达四十年的时间 他当之无愧地成了 大理君王里寿命最长 在位时间最久的君王 段玉这样的人生 算得上是无可挑剔 然而 这不过是金庸的 有意为之罢了 原来段玉的原形段和玉 的确在位 长达四十年的时间 但他却有一个 凶残又厉害的老婆 此人正是高氏皇后高梅 在连载版的天龙八部里 金庸也提及了高梅 耐人寻味的是 在随后的三联版新修版里 金庸彻底删除了 高梅这个角色 秦庸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 无非是必重就心 让段玉的人生稍微圆满一些 否则 若根据史书记载来看 高氏皇后不仅怂恿段玉 诸子争夺王位 还掌控了后宫的生杀大权 段玉宠爱的妃子 都死于高氏皇后之手 这样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史书颠实记就如此写道 高后乃命齿其一 杖之百 大理尽忠杖人所用 乃以权竹为之 通其劫而是一千 王德飞受杖未及办 血流阴帝 穆贵妃不仁 银贵求刺拨 钟贤妃以下意还贵起人 注意看 高后就是高梅 而王德飞 穆贵妃 钟贤妃分别是王语言 穆婉晴 钟灵的原型 也就是说 如果不删除高梅这个人物角色 段玉的这些妻子 都要命丧于后宫之中